威威洪桃山高耸入云 潺潺桑干河奔流不息 朔州是北方拒川桑干河的源头 中华门神玉池宫的故里 在这片古运与新风并存的土地上 教育事业铺写着放飞梦想的乐章 转型跨越书写着实现伟大中国梦的 诗行 教育是文明的传承 教育与人类相始终 教育兴则国家兴 尊师众教则文脉绵长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朔州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教育规划纲要全面落实 全市391所学校基础设施日增完善 校荣校贸日新月异 学校管理日益规范 综合改革全面推进 校园文化各具特色 各类活动一彩分成 办学水平整体提升 健康安全均衡优质 可持续的教育格局正在形成 映日荷花别样红 强击固本抓党舰 党旗领航风帆静 宁心俱力促发展 近年来 我是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 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重要精神为指导 狠抓基层党的组织 工作两个全覆盖 实现党建与业务工作 同考核 同部署 同检查 各级党组织学习 三会一课 党员培训 专题讲座等活动形式多样 党性观念教育 形式政策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 深入人心 党的组织生活 党员教育管理 和基层党建各项工作 生动多样 历年来 全市教育系统 共有96个党委支部 北市县区委 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115名党员 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尊师众教 优先发展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发展 坚持把教育 作为推进两大任务 走出五条新路的长远大计 坚持教育发展优先规划 教育投入优先安排 教育用地优先保障 教育问题优先解决 不断优化学校布局 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着力提高教师待遇 教育扶持力度 前所未有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们投资1500万元 为市值学校配备计算机等教学设备 对市一中等学校进行维修改造 各县区投资2.29亿元 用于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 我是学前毛入元率达96%以上 失灵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8% 小学生初中生入学率均达100% 抓住根本力得数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我是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坚持力得数人的总方向 育人为本 得育为先的大理念 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活动为载体 全面推进师德师丰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教育发展教师为本 教师素养师德为本 伟着力打造一支好校长好教师队伍 先后出台了 硕州市教育系统纪律作风集中整顿意见 硕州市中小学校规范办学行为十条规定 硕州市中小学教师从教行为十不准 硕州市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十条规范 硕州市教育局机关内部管理十项制度等规章制度 教师人人签订师德师丰承诺书 严肃查处教师队伍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校风学风 师德师丰不断好转 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 借义务教育均衡验收和薄弱学校改造的东风 市县两级千锋百计加大投入 全面改善办学条件 近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0708.84万元 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589.06万元 通过微房改造全面改博均衡发展 市县两级 共投入上百亿元全面进行了校舍新建 维修和升级改造 全市227所小学 14个教学点 56所初中在校园校舍建设 设施设备购置等方面得到改善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校荣校贸焕然一新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 最美丽的风景在校园 在硕州市不再是响亮的口号 已经演绎成生动的现实 均衡发展共享阳光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让人民群众共享教育公平的阳光 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是教育扶贫领域资助 以累计达 11588人次 投入资金近2亿多元 为促进教育公平 是城区小学 初中两个一年级招生入学 实行阳光操作 随机配位 并严格规定了学生座位排序 及调整办法 高中招生 实行了优质高中学校招生指标 倒校政策 强化师资建设 打造一流队伍 近年来 我是多轮驱动 狠抓师资建设 打造了一批 即管理者 教育者和领导者 为一身的专家型校长 培养了一批 有思想 有学识 有魅力的学者型教师 积极构建一支 专业权威性较高 实践经验较丰富 研究指导服务能力 较强的教研队伍 同时 免费师范生的充实 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进 对教师的不足 进行了有力补充 精准 科学 合理的优化了 我是教育资源 教育质量大幅提升 为了实现 硕州教育质量 在全省近位争先的目标 组织开展了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教师培训 倡导并实行 推门听课 跟班学习 家长会等制度 进行质量监测 和高考质量分析 经过努力 中考总分平均分 全科合格率学生 比2016年高出15个百分点 2017年全是二本以上 达现人数 14111名 比去年竞争283人 达现率达44.58% 特别是有11人 迈入了清华北大校门 民办教育蓬勃发展 民办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 我是民办教育迅速发展 基本形成了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办学体系 目前共有基础教育阶段民办学校77所 其中普通高中11所 初中28所 小学38所 在校学生总数14012人 教职工数11323人 已初步形成一批质量较高 社会信誉较好 有明显特色的民办学校 学校文化各具特色 我是全面开展一校一特 一校一品活动 努力打造校园文化品牌 以学校内涵发展为抓手 以文化活动为载体 努力提升学校软实力 全市涌现出一大批内涵突出 特色鲜明的足球学校 篮球学校 书法学校 语言文字示范校等 典型示范校 魅力十足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孕育出一批又一批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考风考季零失误 没有好的考风考季 就不会有好的校风教风学风 我试下大功夫 狠抓考风考季的转变 以言字当头 坚持政府抓在手上 纪律挺在前面 责任压在肩上 诚信记在心上的原则 搭建公平竞争的良好平台 视线两极以零容忍的态度 实现了考风考季零差错 我们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彻底摘掉了考风考季的落后帽子 明锦安全螺丝钉 学校安全重如泰山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制定了全员挂牌上岗 教师执州执手等 一系列安全工作的制度 划分了教师安全责任区 设置了安全红线 强化安全常规教育 和各类应急演练 开展经常性安全专项检查 随机安全抽查和督查 实现了学校安全工作的常态化 制度化 近年来 全市未发生一起 校园安全责任事故 多次被评为 全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市教育局 至全市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提出了22个不准 省教育厅 特别是教育部全文转发 全面推广 朔州家校共建经验 勇力朝头 踏歌行 拒之拒例 惠蓝图 砥砺奋进 谋跨越 过去的几年 朔州教育 拼搏奋进 成事而上 纵观朔州教育 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无一不是在摸索中 寻求出了实现 全市教育安全 健康 均衡 优质 可持续发展之路 宏图已经展开 成功 更需实干 当前 结合全市教育工作实际 朔州市教育局 研究出台了 做好当前教育工作的 八项主要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快 新建11所学校项目进展 争取年内完成项目立项 切实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二是在市值 两个一年级新生入学电脑 均衡编班的基础上 出台推进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 新生入学电脑 均衡编班实施方案 不断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确保教育公平 在全市范围 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进一步加快 县管校聘 管理体制改革进度 与市委组织部 人设局 编办等相关部门 充分沟通 共同研究形成 包括干部队伍 教师录用 薪酬管理等内容的 一系列完整制度 四是不断拓宽青少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渠道 深入推进 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等系列主题活动 让师生爱祖国 爱人民 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 入心入脑 五是研究制定 全市教育信息化建设方案 积极推进 全市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 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六是加快出台 规范民办教育的监管措施 支持引导民办教育 规范 有序 健康发展 落实民办学校教师 权益保障措施 七是加大高等教育专业 设置 调整的指导力度 支持高职高专院校 根据我市产业结构调整 合理设置专业 八是紧紧围绕 优先 公平 改革 立德 尊师五个方面 持续推进尊师众教工作 广泛宣传先进典型 改善教师待遇 维护教师权益 研究建立市集教育奖励基金 豪情宁末 舒华张 风筝好扬帆 古籍更催人 市委市政府 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视 前所未有 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关注 前所未有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干事创业 争先创优的激情 前所未有 务实重感 风轻气正的教育生态 前所未有 尊师众教 重得上学的社会氛围 前所未有 目标已经明确 蓝图已经汇旧 硕州市教育系统 将精准把握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 珍惜发展环境 抢抓历史机遇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勇力朝头 成事而上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 坚持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不动摇 坚持强激固本 改革创新不动摇 坚持真抓实干 努力奋进不动摇 为版人民满意的教育 不懈努力 致天下之智者 在人才 成天下之才者 在教化 在兴版人民满意教育的道路上 朔州教育人 正以永创一流的精神和气魄 全力以赴 朝着更高的目标 奋力前行